阿姨呀 阿姨呀 哈喽 我是大舅 是李俊逸 我发现如果你们叫了很久的大舅以后 是不是就会忘掉我的名字 其实叫李俊逸 我现在在往我的工作室去走 是第一次公开我的工作室 然后现在的时间 一会要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是纯素颜的情况下 不知道 是不是很好看 好像不是很好看 但是无所谓 我知道你们就喜欢这种真实的我 然后 你们会马上看到就是很漂亮的我的制作室 然后准备公开我的制作室 嗯 首先在这里感谢 我们公司的大胆 为了给我创造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321 达达 是不是很棒 达达达 清剪辑师自动剪辑啊 再看看地方 这里有个错了 对 好 首先呢 我要介绍一下 这是我很喜欢的钢铁侠 然后这后面呢 大家都记得这块板子吧 嘿嘿 当时 对 因为选了这块板子 然后创造出来一个非常棒的舞台 我就是什么 我就是和现实里选择那个五年的继续 但依旧不明 不明才清醒也要继续走下去 终于 我来到了这里 然后 这是我 对 在偶连的记忆们 然后呢 有一些专辑 然后 我其实很喜欢漫威 对 然后 就有 收集很多的东西 很多漫威的东西 你看 在这 其实这两个宝宝呢 是我 最近才刚刚收录的 很漂亮吧 然后要主要说一下这个东西啊 这个 Juni22呢 是我的名字 然后我个人很喜欢鹿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鹿章 拼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这里也有一个鹿的灯 对 然后把它插亮的话 我不知道会不会 看不看得清楚 但我还是插亮一下好了 能看见吗 但是 总而言之 就是我的 对 制作室啦 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呢 是 关着灯的 这样的话 就会比较有氛围 有没有看到 仔细看到那个灯带 它是会自己变颜色 你看刚才是蓝色 现在变成红色了 哎呀 又看到我的脸了 不知道这边光怎么样啊 但是 哎 好像看起来有点油 哈哈哈哈 哎 这样看好像 好像我蛮好看的 哈哈哈哈 对我最近真的有在很努力的在减肥 然后你都能 大家都能看到 哇 脸都有棱角出来 对不对 好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我想你们应该也看不懂 就是说一般写歌的一些 写歌的软件 这样说的是不是很没有意思 很没有综艺感 你们是不是不会看下去了 是不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下次就说的有意思点 因为今天我想 就是做的走心一些 哈哈 如果你们需要综艺感的李君益的话 就是下次就可以在下面 就是或者弹幕里面就刷 需要综艺感 需要综艺感 然后我下次就 给你们来一期好笑的好不好 想要跟大家谈一谈就是 关于答案这首歌的编曲 因为我的确欠了你们很久 本来是想 就是就着原来的伴奏唱一下的 然后没想到你们那么喜欢 所以我就想 啊既然你们喜欢的话 那就当一次粉丝福利 然后把丑歌做给你们听 对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昨天就先放一下 因为你们都听到了嘛 哈哈哈 然后对于新歌的话 嗯 给你们小小透露一点点好不好 哈哈哈 是不是不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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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嗯 嗯 再公开一点 哈哈哈哈 就到这里 对 如果你们很期待的话 就是期待 期待一下就是这首歌的完整本 因为我觉得 我给这首歌的打分呢 其实是在85分以上 因为 很中毒 然后很有当代的 怎么样一个音乐 就是很新的一个音乐的感觉 然后很 李俊逸的音乐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很期待 然后希望你们可以 继续支持觉醒东方 支持我 大舅 今天先这样 好了 拜拜 期待我的新歌